一世事都很有趣 Nikon 和 Canon 兩家產品 一直以來對於模反相機很不認真 但他們突然說玩認真 還要同一時間 但到他們真的出了全模反相機之後 人們是生氣得不得了 罵到飛起 你看看網上 罵到兩部機飛起 但坦白說 他們出的時候 Canon 像這部一樣 我都很失望 但究竟是否真的差得那麼厲害呢 這就是我很有興趣想知道的東西 Canon 似乎今次玩認真 對於模反 但你看看規模 只是一般 一開始先說那部機身 因為機身就是第一樣 拿起手就是機身 所以這是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好像我在Fallokina 那條試玩片我已經說過了 一拿上手 真的好記得 一拿上手就已經知道是Canon 我猜我閉上眼 拿起Nikon 拿起Canon 閉上眼拿上手就知道 是掉牌的 很明顯是比入門單鏡機 已經比入門單鏡機 不是說無反機 說回電池這個位置 也是很熟悉的 這個熟悉到我不用看的 我熟悉到不用看 閉上眼也可以換電 對啦 舊的電也是跟5D那些是普通的 不過這部 這個 不好意思 有很多問題 舊的電這部機都可以用的 但這個新的LPE6N 就是可以用USB充電的 舊的電 這部機可以用的 但不能用USB充電 如果你想用USB-C充電 你的充電機或者尿袋 一定要有PD標記 Power Deliver 如果你找一條普通USB 轉USB-C的線 是不會用的 這個直倒手柄 另外購買的 就會跟一個USB-C的火牛 那你用這個直倒手柄 本身呢 就已經可以充到兩塊電 它還會告訴你 在充電哪一塊的 看回機身的頂 那這裡又是有一個景觀 和所有Canon DSLR 都一樣 這個景觀 在閉上的後面 那旁邊呢 有這個M Function按鈕 這個OLED顯示器 是新的 這個就比以前更好 因為它可以顯示多些東西 在後面很熟悉 有Menu按鈕 在這邊 有AF-ON按鈕 有些人喜歡用後面的按鈕 來對焦 現在又有了 不是現在又有了 而這部機也是有 有些Info按鈕 Quick Menu 這個A-Log 選Focus Point 這個按鈕 全部這些東西是很熟悉的 就不停地重複 很熟悉 還有這個Touch Screen 這部機器 基本上 你差不多可以 一拿上手 就好像以前 這樣用法 所以這個按鈕 差不多 這個Mode 現在就要 按一按 先選Mode 上面的M Function按鈕 按了出來 就先回到燈 按了出來 就好像以前 以前這部有四個按鈕 那M Function按鈕 就是把這些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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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 有一個新的Mode 叫做FV 那這個Mode 我是挺喜歡的 你這裡看到 它橙色就是 上面的按鈕 就告訴你 上面的按鈕 就是調 現在正在調整這個Shutter 然後你用旁邊的按鈕 就可以跳過去旁邊 這樣就調整光圈 如果你調整完這個Shutter 之後你想變自動 按一按這個按鈕 就變自動 按一按左按鈕 這個可以設定 你可以設定上下 所有不同的功能 這樣就有好有不好 這個東西 現在我鎖了 因為 不要用了 我現在鎖了 我現在設定了 它就是調整ISO 你可以按鈕 我按鈕 可以按鈕 你可以這樣按鈕 它的反應是不錯的 我上次在德國試玩 我都說過了 但是問題是 太容易按鈕 我覺得真的不好用 我寧願有個看鈕 或者 其實現在都夠了 那些看鈕 我寧願 鎖了它 甚至乎關掉它 MacBook 的觸碼 很多人都很討厭 但是至少 你的MacBook 不是抱著它來用 這個你要拿著的 所以這部機 經常會遮蓋到 這個觸碼 所以就 我都說這部機 一出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很失望 包括我 初初都很失望 但是 其實那個 期望是太大 其實我想是 初初的時候 期望是太大 這部機 很明顯 不是 標準 專業用途 那 說到尾 這部機真的拿上手去拍攝的時候 是很好玩的 是很好玩的 術口 Canon 出名的對焦 是很強勁的 我意思是它那個 Duel Pixel AF 因為它的感應器上面 那些Pixel 可以來對焦 但是 一件事跟其他牌子不同 因為其他牌子 它要犧牲某些Pixel 去做對焦 那做對焦 那些Pixel 其實做不到影像 但是這部機 每一點都可以做影像 亦都可以對焦 那所以基本上 這部機是有 三千萬個Pixel 是可以給你對焦的 那只不過 在系統裡面 它就限了五千點 給你對焦 那當然 你不想有三千萬點 給你選擇 那所以這部機的對焦 是 那麼強勁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這件我真是想試的東西 在這麼黑的環境之下 它對焦是 真的好像跟單鏡機 沒有什麼分別 但Dynamic Range 就真的差一點 低光表現 以現在的標準來說 叫做 不過不失 不知道為什麼它 一出這部USR 跟著出了三支鏡 三支 三支鏡 給這部機的時候 三支鏡 都這麼大 這麼重 這支是24105F4 跟以前5D那支 A-Kit Lens 紅圈鏡做Kit Lens 跟那支差不多重 現在整部機 數字上 是輕了300g 但是 拿上手 真的不好說 因為前面太重了 大哥 一件事 我懶得嘗試的 就是連拍 那連拍呢 單張連拍呢 單張連拍 單張連拍 一個星高 A-F的連拍 每個8張 如果你是連續 A-F連拍 只有5張 那我就 那我就 我也懶得嘗試 那這部 基本上就不是 任何有動感的東西 你不用想 基本上不用怎麼想 連拍了 那就 用它原裝鏡 就幾快 那如果有一件事 是 半原裝 就是Canon 2470F2.8 現在在香港買這部機 還送這個adapter 這個基本adapter 而且這個adapter 是可以用EFS Lens 就是那些 Crop sensor APS-C Crop sensor 所以這次 是第一次Canon 的EFS Lens 可以在Full Frame 機那裡用 好像很長 現在搞到 其實是回到以前的厚度 用這個adapter 真的比用原裝鏡 其實都很正常 而且會不會是原裝鏡 實在對照得太快 會不會是令到好像 對比起上來 用adapter 是差了一點呢 老實說 我第一次聽到這部機 拍4K 有Crop的時候 很猛狀 真的 你終於讓它拍4K 你終於出無反Mirrorless 為什麼還要有Crop的呢 還可以拍C-Lock 裡面有C-Lock間 為什麼會有Crop的呢 但是怎樣也好 先說一下這部機 做了什麼 4K30架 全高清60架 720可以不理 Safe-Lock Card 有8bit HDMI output 有10bit 這些全部都沒什麼特別 現在的機器都應該有 不過呢 今次終於有C-Lock 還要是內置不用Output 內置已經有C-Lock 但最終只有MO可以用 不知道為什麼 也沒有比較Flat 或者C-Lock 那些 拍片操作 現在拍片模式 如果要轉來拍片模式 它就 不是在這堆模式 你按這個模式 按這個模式之後 就像這裡 按Info 轉拍片或拍片 還有一樣的就是 它這裡有一個 Movie Record with C3 Setting 就是你可以設定一個 拍片 設定一個 Custom的設定 例如現在是一個拍照模式 我設定之後 我按一下拍片鍵 它就自動跳過去 轉了所有的設定 手動對焦這個 都蠻好用的 因為你拿過去的時候 如果你用原裝鏡 它有這個距離給你看的 這個Distance Scale 這還有一樣 我相信 我記憶中是新的 就是 你用這些RF Lens 的時候 Mani-Vocus 手動對焦的環 你就可以選擇 轉得快 它就轉得快一點 那還是 這個Linked to Rotation Degree 就是 它是 你拿多少它就 真的動多少 就不會再是 你一邊拿的時候 它自己會加速 那這個真的好棒 那有些是很奇怪的 那這個電子水平呢 你就一定要用 這些Focusing 才可以用的 那如果我用這個 Face Guard Tracking 是沒有了電子水平的 我不明白 為什麼呢 但是呢 就沒有SIP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部也沒有SIP Histogram呢 一定要去M-Mode 先有Histogram 我不明白為什麼 為什麼 M-Mode我當然要用Histogram 但是我用其他Mode 我用快門鮮決 那我都可以看Histogram 我都要教這個 加減曝光 我都要教ISO 為什麼會沒有Histogram 完全不明白 那些還未算怪 但是呢 如果你用Adapter 加一支有Crop的鏡頭 它是不讓你拍全高清 50或60架的 那為什麼呢 現在差不多登機了 其實呢 為了試這部機 我就特意拿來去我這個旅行 我現在去一個旅行 我現在去一個旅行 去馬來西亞 去幾天而已 但是呢 我拿了這部機 放下了我的A7S Mark II 那其實呢 我在試用這個 因為4K有Crop 1.7-1.8C 但是如果你放一支Crop鏡 那是怎樣呢 EFS Crop鏡 加一個Adapter 那 這部是第一部Canon Full Frame機 是可以 裝 裝 EFS Crop鏡 所以 那這支鏡 1.6倍Crop 這部機 1.8倍Crop 那你現在用一支Crop鏡 那你不用再說 放一支Full Frame鏡 下去覺得浪費了一支鏡 當然也浪費了一點點 但是 我發覺其實應該這樣都可以 我試過一下 我一起來試過一下 那似乎可以 那所以 我就直接拿去整個旅行 就 很多時候我就覺得 試一部相機 最好就是拿去一個旅行 拿去一個Drop 用去幾天 才看 試完整部機 真的在日常生活用的時候 試完所有 不同 功能 不同 環境 之下 我知道不是人人都喜歡拍Vlog 但是拍Vlog 其實我覺得 一個很好的測試 就是試完所有 它怎樣去Focus 怎樣去選擇它的曝光 和那個防手震 那 講一些好處先 我現在用這支 10-18mm的鏡頭 就比我最Y 等於 Full Frame 有18mm 那麼闊 所以拍Vlog 是非常好用的 防手震 我一向都喜歡 Canon 那個鏡頭 防手震 它不是最穩定 但是我覺得 看上去是最自然的 那不用說了 但我都要說 就是Canon 對焦 Dual Pixel AF 真是最強 沒話可說 而Canon的顏色表現 大家應該都知道 真是好過我的Sony 好多 即使在不同環境 不同的人造 燈光之下 都是一樣 電池就真是續航力好正 我拍足整天 我是用一塊電 可能帶多一塊做後備 如果比較起來 我的Sony 我是要有三塊電 還有還要加一個尿袋 去硬撐 這部機的低光表現 就不過不失 即是普通通 那懷處 我最硬眼的 就是Dynamic Range 是爭了大決 你會見很多會有 背光的情況 後面會有爆光 那和那部Sony 是真的爭了大決 而且如果你好像 我這樣不喜歡拍Vlog 那它是沒有其他 Flat D Cine 那些位置是可以選擇的 即是拍4K 因為它的剩下 你就會少很多淺景深可以玩的了 我講過這部EOS R 我當時有點失望 我亦都講過用的時候 有多好用 那我這樣講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我的意思是 其實我們不同的人 買相機其實是 找到不同的東西 我們是要求相機有不同的東西 就是好像我選擇Sony 為甚麼我選擇Sony 因為它有Full Frame 我喜歡Shallow Depth of View 我喜歡它低光又好 還有它的Dynamic Range 夠大 那買GH5的人 其實喜歡它 可能因為它的機身防手震勁 以及它的4K有60格 那買Canon的人 為甚麼買Canon 可能只不過是因為Canon 顏色漂亮而已 對,所有人是找不同的東西 所以沒有說哪一部是好過一部 那如果你問我EOS R 其實AOS R我覺得不會適合我用的 但是不代表它是一部差的相機 真的是一部很好的相機 講回這個EOS M 之前的Corp Sensor EOS M 我之前也講過它們是像一部 可以換鏡頭的傻瓜機 但是這部EOS R 它的設計是摸上去 用上去都是像一部單鏡機 那我覺得這個是反映了 Canon這次是玩認真的 那這部未令到我真的想衝出去買 但是之後呢 玩認真喔 色無二代了 Corp Sensor EOS M